深入西亞聯偶師參議長閣下 法蘭西斯眾議長閣下 各位訪行貴賓 陸醫師大使 總統府叛工案秘書長 外交部林佳龍部長 各位同仁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非常歡迎聯偶師參議長 法蘭西斯眾議長 在此訪問台灣 也歡迎各位貴賓將參加雙子國慶活動 展現美國政府和國會的友好情侶 深入西亞是台灣在加勒比海的重要友邦 不論是過去 在中美洲議會等國際場合 或是今年聯合國大會中辯論 深入西亞都持續為台灣發聲 支持台灣的國際參與 藉這個機會 我要向深入西亞政府和國會表達最誠實的感謝 台灣和深入西亞共享民主自由及法治的主持價值 過去幾年來 我們兩國除了持續生花邦誼 也在經濟 農業 教育等領域攜手合作 開創豐碩的成果 同時 面對疫情後的經濟故事 台灣與深入西亞共同合作 推動婦女與青年婦權計畫及職業訓練 來提升產業加工技術 增進產品競爭力 也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另外 在人才肥育方面 去年台灣的國際青年大使訪問深入西亞 跟當地的青年學子分享經驗 在此特別感謝 雷諾斯參議長和法蘭西斯眾議長的熱情接待 我相信 隨著兩國人才肥育計畫的持續推進 將促進更多的交流跟合作 最後 我要再次感謝各位貴賓 長期以來對於兩國邦誼的支持 未來 台灣會繼續推動駕駛外交 深化與深入西亞的邦誼 也會進行經濟外交 來跟民主夥伴與深入西亞共同推動產業的發展 照顧人民 讓我們一起攜手前進 繼續提升兩國人民的福祉 並且為全球的和平與繁榮 貢獻更多力量 謝謝